那个 你这个 屁 operates 啊 你是屁 你是屁 哈哈哈哈 然后他可能就屁 来一下 我有可能 我有可能是屁 但你真的不是人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 Ok ok 很棒很棒 你要不要再换种方式挑战一下自我 我再试一下 我再试一下 因为可能他 他这个状态可能就 其实他就是 他一边跑的气息 他再加上那个秀的那种感觉吧 啊好 对对对 感觉多一点 啊好 谢谢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补一个刹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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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一个刹车前面都可以啊 过了 好 你们怎么会在这 OKOK过 好 这是一通船 哎 阿子 你好 嗯 哇原来配音风格 在配音过程中 也会有修改啊 嗯 一般情况下 就是他会给一个台版嘛 但是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就是包括我配音演员 包括配音导演 制片方 都会商量 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 更好玩一点啊 或者是更具体一点 碰着碰着 哎 最好的就出现了 就是这样 哎呦 学会透湿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 交流 正常交流 对 行 那我也看看你现在 有没有进步 我们来这一段 金鹏 加油 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 是杀害你全家的凶手之一 是这样 他现在你为什么这么弱呀 我觉得好 你现在 这我不是在询问他呢 但你现在弱了感觉跟那个动视感和前后我觉得是接不上了 太弱了 再说出来一点吧 所以 我相信你都能卖过去的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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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越来越棒越来越棒了啊 嗯 嗯 那么 那必然 那必然就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内容了对不对 就不太方便在这里说了 哎 那没办法了 大家只有看剧才能看懂 掉的是什么啦 那就还是请大家 12月22日期 每周五十点 哔哩哔哩 命运全台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冰箱老师 嗯 你之前是不是第一次配一个头盔呀 这次配音工作你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呃 确实是我配音生涯以来第一次配了一个头盔 嗯 头盔该怎么说话呀 哎呀 确实是 人生以来第一次 火天荒啊 嗯 那在配了头盔之后 冰箱老师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呢 呃 我觉得头盔都配了 那不如 再配个煞 煞 煞 配个煞 配个煞 煞气的煞 咱们这个里面不是有煞吗 啊 想听观众朋友们问一下煞是什么呢 煞呢 哎 这个就要卖个关子了 嗯 观众朋友们 我们在正片里面为你们解答好不好 你们去关注我们的全台 好的 那请听见老师综合评价一下我这几天的表现吧 哇哇哇哇哇哇 了不得了不得了 说实话啊 其实这个角色就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 啊 其实其实你刚刚你看你本身你自己 你稍微会有一些口音在对吧 然后包括你刚开始进棚的时候会有一些紧张 束手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但是其实稍微我给你调调一下马上就能get到 就我比如说动视感对吧 对象感我之前跟你说的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点到你就能 你很你特别聪明真的你特别聪明告诉你你马上能理解到 而且能表现出来呃其实也是呃一点点 说实话配音员可能嗯有做不到的你让我来我肯定不行 嗯但是我觉得我的配音如果没有没有被教师帮我教我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所以还是真的很感谢 导演应该做的嘛 总总要迈出第一步的 其实现在看来整个的结果非常非常完美 好那么最后我想问对期待命运全台的观众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哈说到重点了啊 嗯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 我是真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这部片子了 真的真的超级棒超级人超级可爱 我也是 对好那我们坐等上线 命运全台明日开播 12月22日起每周五十点 哔哩哔哩 不见不散